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前场的右路这侧寻找着进攻的机会 45度给进来之后 地点还是被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将球破坏出了边线 阳键 黑龙江这边前场的一次界外球 尼沙木丁 手炮球直接给过来之后 脚后跟一颗交给了队友 看看中场这边 罚球区外这边还是找到了许东 左路这次的传递 许东向前的跑位 吸引走了一名防守队员 但是李帅和 穆扎帕尔 穆河塔的一对一 这球还是没能够过掉对手 但是黑龙江并成这边 依然是在后场控制着球权 胡静选择了回传 齐玉西 直接一脚给过半场 双方中场的争夺 曹康这球卸得漂亮 将球停下来之后 中圈附近交给了范博健 横向的转移 右路这边队友已经上来套边了 选择自己带 45度给进来 第一点 点九点附近 没能够拿到机会 较静沈阳城市这边的后场球 正好 中圈附近迅速的将球给出来 中路的推进 脚下一漏 左路这边来看看 有没有一对一的机会 起脚想要打门 但是上面路线被封堵的比较死 齐玉这边也是不敢怠慢 皮球落下来之后 直接一拳将球击出来 通过转播镜头 能看到现场又是下起了雨 这两天的武汉到底也是降雨频繁 昨天晚上的一场中假联赛 因为降雨 是足足下半时的比赛 推迟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杨健这边直接向前的一个推进 球停下来之后 变赛这边举起 是已经出了边线 铁龙江冰城的季外球 穆扎帕尔摩河塔 季外球给出来 连续的投球传递 一脚解围 再次是将球踢出了边线 依然是黑龙江冰城的季外球 海鲁龙 徐东 起跳之后有推人的动作 埃乌洛直接是应声倒下 黑龙江冰城这边 前场左路这侧的任意球 李帅和陈立明两个人 站在皮球附近 这个角度应该是李帅来主罚 来看看李帅 右脚 选择直接交给了跑过去的陈立明 底线前 能否完成船中的机会 闻前 刚刚韩震啊 险些没能够拿到皮球 让黑龙江冰城的进攻队员 拿到二次打门的机会 裁判本着进攻有力的原则 并没有吹停比赛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 左路这侧 45度角 给到后点 皮球给的大了一些 落点太深了 地面的推进 埃欧罗犯罪 辽宁这边 左路这侧 向前的推进 这球虽然给进来了 但是队员并没有跟上 正向冰城这边 后场组织进攻 徐东 脚下一扣 交给队友李帅 彭向的转移 右路这边 45度往里给 都没能够拿到 埃欧罗 迅速的回来反抢 李帅过来 也没能够补上 这球还是被几位过了半场 但是球权 现在还在黑龙江冰城的脚下 徐东 左路的推进 李帅这边中场拿球 吸引了三名防守队员 将球回传给后场的队友 这边留意 拿球之后 再交给李帅 账号 在后腰位置上 账号位置 拖的相对来说 比较靠后 不进 曹康 再来看一下 较静沈阳城市这边的进攻机会 这球自己脚下半算 没能够带好 来看看曹康 中路这边迅速的出球 将球给到左路这侧 范博健 启动的还是稍微慢一点 球速有些快 较静沈阳城市这边 看看这球给出来 徐东将球护好之后 选择了回传 门将这边 气息 正好 无尽 陈利明 这球是传到了对方球员的脚下 中路的推进 左路这边 李帅在等待接应 出球的线路比较多 李帅拿球之后 观察队的位置 直接起球 给点球点附近 要找艾沃洛的高点 这球传的 是就着艾沃洛 起脚的高度给的 但是 在艾沃洛前面 杨健 与月龙门 一次奋不顾身的解围 艾沃洛看到杨健的动作之后 也没有起脚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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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这边 直接将球给过了半场 但是这边 刘毅将球拿下之后 给到了胡静 主持狱上前的紧逼 早上胡静的这次传球 并没有给出来 但是这次呢 是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前场GY9 他样子是要来手榴弹 还是选择给到了自己进出的队友 与黑龙江冰城这边的阵型 压缩的比较紧 通过这种大方的转移 来拉扯对方的防守阵型 但是这小球给的稍微大了一点 木扎泰尔木河塔 上半时的比赛当中啊 两次辽宁沈阳城市的这种快速反击 都是由木扎泰尔木河塔来发动的 速度确实非常快 还有落子回传 游异 正好 给到前场 这个位置没有自己的队友上前跟上 中场这边 停下来之后啊 停的稍微大了一点 接下来球许东给出来 留意 无敬 右路这边去找尼扎木丁 选择了回船 许东左路这边 向前的推进去找李帅 给回来 无敬 陈立明 这次想要一过三直接给李帅 但是没能够给到 好在球员还在自己人的脚下 前面的拼抢 也没有机会 这球还是被 刘家伟将球断了下来 但是还有机会 李帅这边 中路拿球 没有队友接应 转到远端 尼扎木丁这边 直接给到门前的位置 还是漏了过去 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次进攻 左路这边没有跟上 李帅调整了一下之后 选择直接将球分到右路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 埃乌洛的面前相对来说 比较空旷 但是尼扎木丁这传球的角度 把握的比不是很好 脚球给来之后 门前这边 皮球又是出了底线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球门球 汉阳城市这边的球门 直接大脚将球给过半场 倒钩的结尾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的前场界外球 给出来之后 前后佳琪这球还是被胡静拿到 但是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能够将球出掉 只能要这样的一个GY球 后场的GY球给过来之后 中场附近的位置 被杨健将球拿到 直接选择回窗给了自己的门将 李帅上前这次的拦截非常的果断 二过一的配合 这脚球啊 没有给好 措施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这边李帅倒在球场上 才发现是吹停的比赛 再来看一下刚刚的动作 这一下应该是李帅的又是右腿的这个部位 这一下是刚刚被对方的防守队员张武 侵犯了 表情这边 左路这侧 45度起球 给到门前的位置 第一点还是被齐宇夕将球拿下 直接给到中场 后场的解围 向前的推进 韩阵 刚刚这一波进攻 你来我往 确实把比赛的速度 整个节奏提了起来 埃乌鲁 这下裁判应该是要吹了埃乌鲁的犯规 这是要补牌吗 给了埃乌鲁一张黄牌 我们再来通过门前的回来看一下 这个球韩阵也是看到埃乌鲁过来的 本着这个阀球区里 特别是在球门区那样门将有力的原则 迅速的将球往右一波 直接将自己的这个躯干部分 暴露在埃乌鲁的面前 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也无可避免 埃乌鲁也是为此领到了本场比赛当中的一张黄牌 这也是河鲁江 槟城这边本场比赛领到的第一张黄牌 前场的逼响还是非常紧的做的 中场这边 投球的争夺 球权依然在辽宁这边 走路这侧 一直想提速啊 但是实在没有太好的机会 右路这边大范围的转移 投球顶先来 湖顶腹肌的位置又没有队友接应 李帅 哦 这下拉扯的动作太明显了 刚刚这下张五 李帅已经完全 蹚过了张五的防守位置 直接在身后啊 张五是用手拽住了李帅的衣服的后领的位置 硬生生的将李帅拉了回来 李帅再次拿球 白沃罗 平凡的犯规动作 这边杨健也拿到了一张黄牌 右手这边 动作非常明显 就在裁判面前 现在来看的话 辽宁沈阳城市这边啊 在后防线的五名球员 左路的孙发波 包括中后卫场上队长杨健 以及张五三人是各背了一张黄牌 在接下来的防守动作当中啊 都要注意了 来看下半时比赛 这边第64分钟 黑轮江槟城的前场的一次任一球的机会 角度比较正 依然是李帅和陈立明 两个人站在了皮球前 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李帅来罚这次的小球 任一球 来看看这次对于任一球的机战术安排 李帅跑前了 陈立明直接将球给过来 想要去找埃乌洛这一点 皮球依然没有出界 莫章帕尔这边将球给到中路的位置 黑轮江槟城再次获得了球权 卸下来之后 湖顶附近的位置 都是第一脚卸下之后啊 没有第二次打门的机会 3100厂 父亲 智智智 智智 不少 地灯 智智 智 智澜 智 智 智 断新断制造也是出现到了画面当中 反正这边直接是将球给过半场 护照帕尔不和他 底线前将球传了出来 后点了位置 投球被泥扎目的 将球顶出了底线 辽宁这边的绞球机会 辽宁这边的绞球上来 一下参考 根本然能 condition ? 这边是没有目的 然后会把人 tän aku 刚rd Sache 给到前点 第一点是被张浩 将球 借为出了边线 辽宁这边的前场 左侧接外球 辽宁 脚下一扣 左脚的传中球 投球一顶 这球顶得高了一些 球门球 朱世瑜 续席 中场这边 还是被辽宁这边 将球卸下来 但是进攻队员 没能够跟上节奏 双方球员在身体上 发生的冲撞 裁判这边又是要掏牌了 给了刘家伟一张黄牌 下半时的比赛 主裁判李伟 出牌的频率明显高了很多 一直持续的0比0的比分 也使得双方球员 场上的心态 产生了很多的变化 目前来看 现在辽宁这边 在场上 现在是有5名队员 各身背一张黄牌 刘家伟 马骏 孙发波 杨健 张武 黑龙牌这边的前场戒外球 许东 选择了回船 刘一 胸部停球卸下来之后 直接交给队友 来看看这边 还有没有机会 这一脚是直接闷到了 穆扎法尔穆河塔的身上 刘一 对于刘一来说 今天虽然是身披着黑龙江 槟城的战袍 但是在武汉作战 也算是他的主场 比赛是再次被吹停 后场就给出来 正好 分到右路这侧 右路的推进 向前的传递 这边 埃乌洛脚下一滑 刚刚的将雨 还是对场地有些影响 确实有些失化 台湾这边再次是 将球权 吹给了辽宁这边 马骏 逆上不定 杨倩这边直接将球 给到前场的左路这侧 但是没有队友上来 这球的落点也过深 黑龙江这边后场的界外球 尼扎木丁直接手抛球 给到中场附近的位置 转身之后 皮球是出了边线 依然是黑龙江这边的界外球 尼扎木丁 留意 你说这边脚下一颗 直接想给到队友 来看这边没有挺好 还是被黑龙江这边 范驳渐渐就断了下来 分到右路这侧 观察队的位置 往底线附近带 起球给到门前的位置 这球给的 还是直接在空中 就出了底线 辽宁这边 球门球给出来 并没有急于进攻 游家新这边选择了回船 张五 正将并城这边 选择将球直接给到门将的脚下 气息呢 也是直接一脚将球 给到中场附近 辽宁这边 中场再次获得球权之后 也并没有急于第一时间 发动进攻 一脚转移 右路这边 这球啊 没能够挺好 气息这边 中圈附近的位置 投球向前的传递 敲回来之后 再往前给 李帅和艾乌勒两个都没有跑 看了眼之后 李帅也接着要向前跑 啤酒也是出了边线 黑龙江这边 中前场的一次记外球 徐东 直接将球给到中路这边 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但是现在黑龙江冰城这边啊 是有球员倒在球场上 裁判呢 迅速是吹停了比赛 范薄剑捂着自己的后脑的部位 非常痛苦的倒在球场上 这边对于迅速的入场 辽宁这边呢 也是顺势做出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 换下了身背一张黄牌的刘家伟 替补上场的呢 则是21号高师鹏 一名后方线上的球员 用一名后卫换下了一名中场 现在来看的话 辽宁沈山城市的这次换人动作呢 在加强自己后防的同时 因为确实现在 在首发阵当中呢 排除的这个五后卫的阵型啊 有三名球员 全部都是各自身背一张黄牌 确实比较危险 所以呢 这个时候要换上一名 后防线上的球员 来弥补一下 后防线上的这个 现在背牌数量过多的情况 辽宁这边的中场界外球 我们要注意一下 高师鹏上场之后的位置 要通过比赛之后来看一下 他上场之后 应该是会继续出现在后防线上的位置 但是应该会有其他的队员来顶上来 现在来看呢 两名中后面应该还是刘家新搭档着 这个阳剑 高师鹏的位置呢 相对来说提的比较靠前 应该是属于一个后腰的一个角色 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次进攻 一拨一扣 动作显机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娴熟 完成度也非常的高 再来看看这一次 辽宁这边的角球 两件 给到门前的位置 投球直接顶高了 黑龙江冰城的球门球 刚刚替补上场的高师鹏 齐熙直接将球给他右路这侧 向前的推紧 身位被卡住之后 这球选择直接的回传 中场的争夺 边路的翻球 给的稍微大一点 许东的速度也给了上 看看这边 艾乌洛将球停了下来 想要起脚打门 射门的角度被封的比较死 许东将球卸下来之后并不急 等待队友上来之后 李帅的中场的调度 无尽 才发现这边是吹停的比赛 穆扎帕尔是倒在球场上 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这刚比赛进行到第67分 77分钟 再来看看刚刚 这一项落地之后 脚后跟一垫 应该是有腿部肌肉出现抽筋的情况 担架的迅速的入场 刚刚的这下动作 在肌肉非常紧张的松弛状态 这个松弛状态下 特别是刚刚 穆扎帕尔穆赫塔起跳之后 落下来之后 脚后跟的位置是直接 磕在了地上 非常容易造成跟腱 或者是小腿肌肉的拉伤 咱家还是将 穆扎帕尔穆赫塔抬到了场边 这边做出了人员上调整 是直接将受伤的穆扎帕尔穆赫塔 替换下场 替换下场的则是33号王聪明 一名U23球员 依然是一名后方线上队员 现在穆扎帕尔穆赫塔 下场之后 对于辽宁来说 缺少了在 反击过程当中的一柄利器 比赛恢复进行之后 黑龙江冰城这边依然还在组织着进攻 刘毅 拿球之后 给到胡静的脚下 直接一脚向前给 找右路这边的队友 投球点下来之后 曹康脚下慢了一步 但是球还在自己的脚下 交给队友之后 尽量倒地 但是球权依然没丢 横向的转移 控制一下节奏 李帅 许东上来 敲到中路 有打门的机会吗 想要晃出空档 给到门前的位置 韩阵 注意力还是非常的集中 将球直接没收 并没有留给埃乌勒机会 投球再顶回来 韩阵 直接是在 罚球区里将球拿下 直接将球给到了 前场的左路这侧 皮球并没有出气 辽宁这边 左路的进攻 打得有点小 这球直接给到了 埃乌洛脚下 看看黑龙尿 冰城这边的反击机会 李帅在左路这边 拼命地跑 有出球机会 左右两路都可以 右路这边 范博健 看看直接往里给 这球没能够给过来 还有机会 陈利明 中路这边 张浩 露了一脚之后 许东上来 左脚打门 皮球在发球区里 应该有一个反弹 黑龙江 冰城这边 有人员上的调整 这是本场比赛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 人员上的调整 换下了曹康 替补上场的 则是11号 潘超然 而另一个人调整 是潘玉成上场 张浩 被换下场 将首发阵容上的 两个后腰 位置分别做出了调整 这边是换下了 潘玉成换下了陈利明 那张浩依然是在场 来看一下这次的脚球 给过来之后 门前的混战当中 这脚打门 第一下被扑了 依然是黑龙江 冰城脚球 刚刚这小射门来自张浩 差了一点点 来看这次的脚球 给过来 前点的位置 一点没能够拿到 依然是脚球 潘玉成 前点的位置 头球顶得高了一些 球门球 我们再来看看 刚刚的黑龙江 冰城的两次直接调整 潘超然上场之后 应该是会去和 埃乌洛打一个 双前锋的组合 范博剑呢 陈利明下场之后 潘玉成上场应该是打到了后腰的位置 这样一来的话 黑龙江 冰城的在场上的阵型 应该会调整到为一个442的阵型 前场应该是打了后腰的阵型 以后 7-13 它是打到后腰的位置 供应该是打到后腰的阵型 压转的位置 就是打起来 所以对这样的阵型 会是打到后腰的阵型 对这样的阵型 会是打电影 在场上的阵型 账号 今天呢对于账号来说 确实有 有过非常不错的进球破门的机会 但是呢 运气上稍微 欠缺了一点 比赛的第83分钟 这边辽宁这边直接将球给到点球点附近的位置 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皮球是出了罚球区 现在黑龙江宾兵城这边将球拿到 李帅迅速的将球给出来 整个阵型前提的非常的快 来看看泥扎木丁这边观察队友的位置 要起脚往里给 这脚打门 角度要的非常刁钻 但是啊 还是说韩正注意力 十分的集中 对于潘迅诚刚刚的射门角度啊 选择的风度非常死 然后 留意 胡锦 这球停的稍微大了一点 辽宁这边 前场右路这侧 许东 断下来之后看看 白乌鲁 辽宁这边接连的有球员倒地 比赛也已经来到了第85分钟 马军 刚刚的两个人啊 门阳和马军 来看一下 比赛恢复之后 黑林江平成 中场这边将球 转移之后 交还给了后场 留意 通过刚刚的掉传球 能明显能看得出来啊 队员的体能下降 还是比较明显 直接给到前场 埃乌鲁 停球先来之后 但是到底裁判 并没有明昭比赛 仍然在继续 中场这边 将球断下来 重新组织 刚刚踢不上场的潘超然 这球啊 没能够传好 缺席 无尽 长浩 看看埃乌鲁在前场 有没有机会 摇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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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归 换归 换归人 换归人 摇齐这边 又一名球员 好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打球场上 场边有两名换人队员 这边用26号 换下了32号 马骏 另一边 用14号 取晓辉 换下了三少张虎 这个换人 想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尽可能的将场上现在身背黄牌的队员换下场 您好上场是一名封线上的球员 这样的话 辽宁这边在场上的阵型 应该也会有适当的调整 现在是用一名封线球员 和一名中场球员 换下了一名中场球员 和一名后防线球员 这样一来的话 阵型应该是会从刚刚 首发名单当中官方给出的 5-4-1阵型变成一个4-4-2阵型 陪伦江并城这边 谭超然选择回传给了许东 45度往里给 低点没能够拿到 被解围出来之后 中场这边皮球员出了边线 陪伦江并城中场的界外球 直接大脚给到前场的中路 埃尔洛投顶之后 看看这边 也在这边举起有越位的情况 通过IO6的表情能够看得出来 这种久攻之下 没有取得进球的无奈 比赛业已经进入到了第89分钟了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 今天对于黑林江并城来说 目前为止确实有过很多次非常好的得分的机会 把握的也非常不错 只可惜无奈的是 几次的射门都被韩正化解 气息 球门球给出来 体能的下降确实非常严重 这球是直接踢出了边线 直接给了对方的一个界外球 底线前 传中球 后点有机会吗 看看并不急 法球区外 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 埃欧洛回来回防 这边角度被封的比较死 球还是传了出来 徐东这边还是将球破坏出了边线 现在这边还是给了辽宁这边的前场接外球 手后球给过来 法球区外 并没有提远 这一小远射被人强挡了出来 刚刚啊 飞身堵枪眼的应该是胡靖 平城这边的后场接外球 尼扎木丁 下半时的比赛上天54分钟的时间 明显能够看到 球员们在场上的这个体能消耗非常的明显 心有意力不足 有的时候真的是跟不上这个球 在轮向冰城后场接外球 徐东 手后就直接给到中场附近的位置 辽宁这边直接一脚将球 踢向了对方的法球区内 切羽西在法球区内将球拿到 是一个自己的队友可以向前压一压 直接一脚将球给到前场 埃乌洛这一点没拿到 皮球依然是在空中这边看看 尼扎木丁将球卸下之后 右路的突破 皮球还是出了边线 辽宁这边后场的界外球 这边是给了账号一张黄牌 这边是给了账号一张黄牌 应该是刚刚起跳之后 有压人的动作 湖顶附近的位置 黑龙江冰城这边 辽宁这边前场断球下来之后 没有太好的出球线路 投球的解围 正好交给队友 直接一脚给向前传递 尼扎木丁这边刚刚倒地 伤停捕食的时间也已经过半了 目前场上的比分仍然是0比0 七一七 一脚直接将球给到前场 还有落被对方权限制的比较死 采盘这边是吹了辽宁这边的刘家欣 有压人的动作 黑龙江冰城前场的一个任意球 这个时候 踢步上场的潘宇晨 应该会来主罚这次的任意球 这应该是对于黑龙江冰城来说 本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 特别是在上天补市阶段 在这个时候一次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看看能否把握得住 距离适中角度比较正 韩允城来主罚 右脚 找埃乌洛这一点 反球区里 这边 潘超然拿球 往里改 混乱当中 有没有机会 看看 连续的打完再来 球进了 95分钟 1比0 尼扎木丁 果然黑龙江冰城 利用这次任意球的机会 打破了场上的将军 再来看一下 任意球给过来之后 第一点没能够拿到 紧接着 潘超然带球 晃出角度往里去打 依然没能够打进 多人倒地的情况下 这次几位并没有提远 紧接着 泥杖布丁 在罚球区外 左脚的一脚轻轻推射 韩允虽然注意力足够的集中 但是在他面前 视线受到了很多 防守队员和黑龙江队员的阻碍 也并没有看清楚 这球的来像 辽宁这边开球之后 迅速的想要发动进攻 这球直接来到了 黑龙江兵城法学区里 这个时候本场比赛的主赛发 李伟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黑龙江兵城 凭借着尼扎布丁 在下半时比赛 商庭捕食阶段的一力进球 一比零战胜战胜了 一比零战胜了辽宁沈阳城市 结束了双方近五年以来 在历史交捧当中 未尝一胜的局面 尼扎布丁也是凭借着这力进球 打开了本赛季的进球账户 取得了个人在2019赛季中甲联赛的第一力进球 赛号双方的球员和教练组对于本场比赛的裁判的吹罚 多少有些不满 但是比赛也已经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球迷朋友们的陪伴 恭喜黑龙